市長陳其邁視察鳳山機器人主題遊戲場公園 陪小朋友體驗巨型機器人堡壘遊樂設施 特色鞦韆組沙坑遊戲區及體建設施 陳其邁強調鳳山除了機器人公園之外 陸續會有宮六、志強公園還有五甲公園 共四座共榮公園近期完工 其實特色公園是我們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都非常喜歡的設施 所以我上任之後我們預算增加了7.9億 除了說我們今天在鳳山有35.6萬的人口所蓋的 宮12機器人公園之外 在鳳山地區陸續也會有宮六、志強公園還有五甲公園 總共會有四座新的共榮公園在近期內就會完工 那在未來的四年高雄市我們也會增加100到150個這個共榮公園 那這個最主要是大家也了解說在其實現在少子化 那也加上說其實在過去在公園的一個規劃裡面 其實都忽略的說公園其實是大家共同使用的這個公園 陳其邁如孩子王一樣變身超級英雄鋼鐵人和小朋友擊掌合影 他表示公園是大家共同使用的所在 共榮公園透過公民會議凝聚社區需求 設計大小朋友喜愛與適用的不同設施 規劃屬於社區與市民的特色共榮公園 所以我們透過共榮公園 那以公六為例就開過了三場的公民會議 來凝聚大家的需求 所以各位看到這裡有小朋友喜歡的這個機器人的溜滑梯 那也有成人的成人體健區 還有這個旋轉飛輪等等 那這些不同的這些設施來針對社區的需求 來規劃我們社區屬於市民自己的公園 所以我想我們還會持續的來努力 那總共我其實我常常看 像在昨天我到那個農十六的這個特色公園 人山人海連要不管是這個秋千 還有其他設施都都在排隊 所以共榮公園的需求其實是非常的強勁 那我也要特別感謝我們公務局的這個養工處 在這幾年加速的來滿足市民的需求 公十二是鳳山第77期重劃區中面積最大的公園 曾辦過三場公民參與活動 來了解市民朋友心聲 才誕生這座刺激有趣的機器人公園 記者李山道高雄報導 看前面!小朋友看前面!看攝影機! 好!